用经济学的思维更靠近财务自由 大家好 欢迎来到BOSS经济世界 我是BOSS 今天我们要谈的话题非常重要 事实管理新规刚刚出台 大家都在说这是中国证监会为了推动高质量发展 推出的重大举措 但我们都知道 哎呀 政策看上去光鲜亮丽 实际执行起来真能如预计的那么顺利吗 这背后可能隐藏着多少经济问题呢 大家听我慢慢分析 大家都知道 11月15号证监会这边火速发布了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10号市值管理 也就是所谓的市值管理新规 根据官方的说法 这个新规是要提升上市公司质量 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并且呢 也是想要让投资者能够得到更多的回报 这听上去非常美好 但是我想提醒大家 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文件 这背后可是摊开了中国经济的诸多问题 投资价值啥意思 就是一个公司的股票价钱 要反映出这公司的实际业绩和未来成长 这个也不新鲜啊 这不是股市最基本的原则吗 可是大家都知道 中国股市到底是如何运作的 是不是有很多公司的市值 跟它的基本面相距甚远 表面上笑嘻嘻 实际上亏得一塌糊涂 很多所谓的科公司 明明业绩烂到天上去 股价还能涨 这里面基本决定了市值靠的是什么 不是实力 是炒作 是资本游戏 市值管理新规 要求上市公司 要保证市值反映出真实价值 这听起来好啊 是想让市场变得更加理性 不再那么浮躁 但问题来了 中国的资本市场 怎么这么多年 一直是泡沫膨胀 大家都清楚 一些公司会自导自演 通过内部人控制调整股价 根本不是真正反映出公司质量 而是人工干预 所以啊 这次新规 想要扭转这种趋势 老实说 难度大助呢 市值管理新规里 有一个很大的重点 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这是新政策的核心指引 但当我们提到质量的时候 大家知道 这仅仅靠政策文件 是根本控制不住的 这点我们的追根溯源 在中国 很多企业的国企病 垄断病 一直以来都让这个事 场充满了个重问题 所谓的混改也好 还是国家以往 大力推行的脱窥增效也好 其实很多企业 只能是暂时性好转 但真正改掉管理和架构问题 谈何容易 说白了 中国的很多上市公司 存在着严重的内在运营困境 在全球化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 不好意思 我们的企业还在梦着大国崛起呢 像2022年 中国的制造业 PMI数据持续低迷 到了2023年上半年的时候 还是徘徊在50以下 经济景气缺乏 这也反映出来 企业的生产活动 真的很不理想 而所谓提升上市公司质量 难道就是靠股价回升吗 咱搞笑了 这不就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吗 所以问题会出现 如果质量始终无法提升 市值怎么能稳定 现在政策文件上 做到的是漂亮的指引 但是上市公司里面 那些根深蒂固的管理问题 腐败行为 寻租空间和财务造假的情况 怎么可能一纸文件就完全解决呢 市值管理新规 还持续强调提升投资者回报 大家看 一听到回报这俩字 你们是不是瞬间心情好了很多呢 这摆明了 是在对广大股民小散户说 你们放心 我这文件能让你们赚到钱 但是 这真的能实现吗 都知道 中国的股市 不是普通人能够轻松进来赚钱的 特别是中小投资者 一不小心就掉进了割酒菜的陷阱 而现在证监会发这样的文件出来 想说一个政策会照顾更多小散户的利益 我真的从未见过这样乐观的情况 举个狂点的实例 2020年到2023年 很多股民在买了所谓的国家队概念股后 期望利益十分高涨 但一年一度失望 结局只剩整天在各种股市论坛抱怨 中国目前的股市问题跟在于 大部分投资者的回报率低散户进入股市就像在赌博 而且不同于成熟市场的投资风险对冲工具 中国的金融体系缺乏灵活有效的衍生品管理机制 当市场出现波动的时候 往往无法有效化解高波动风险 你想靠市值管理来提升投资者的回报 结果呢 实际上只是让那些大股东内部人士更加富裕 而不是保护好那些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这样可不好 数据不说华 根据中国证券报显示 2023年中报显示 A股公司盈利增速放缓 整体业绩增长乏力 上半年 A股所有上市公司中后续盈利增长企业比例 缩制不到40% 而2023年上半年 A股的平均市盈率也呈现下降趋势 这说明企业的实际盈利和投资回报压力增大 市值管理新规的出台确实是带来了一些期待 特别是理论上 让公司质量和市值稳定连接 保护投资者 这都是应该做的 然而 中国当前的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之间脱节 早已是老问题 根深蒂固在哪里 一 资本市场的博弈氛围 中国股市过去几乎都是一个割酒菜的市场 大股份持有人操控市场 不股立场期投资 这次的新规说要回报中小投资者 但实际上谁能保证大股东和机构投资者 不出现套力行为呢 大家心知肚明 大资本才是这场游戏中的赢家 二 疫情后经济复苏乏力 我们不能忽视疫情长期影响下 全球供应链问题持续加剧 而中国站在全球供应链最前端 国内需求不足与外需减弱 导致国内企业业务面临压力 即使企业能够受益于政策红利 但内外需求双重滑坡 究竟能不能根本挽救所谓的质量提升 这是很值得深思的问题 三 企业结构性问题无解 此文件重点提到提升上市公司质量 但说白了 如华为阿里巴巴这样的大企业 自然有其抗压能力 但诸多中小公司仍然经营不善 甚至靠地方财政进行隐性补贴 这该如何提升整体质量 一家企业命运的问题 归根到底是宏观经济环境 这是短期无法改变的根本问题 一直是指管理新规的下发 短期内可能会带来一些市场活力 但你那只能解决表面的提升 中国资本市场目前面临的是 长期的经济增长压力 全球化衰退影响日益扩大 甚至很多企业还处于融资困境当中 企业的长远健康发展 不能只靠眼前的市值管理 而是必须真正从核心经济运行模式的变革 来解决根本问题 中国经济的增长已经进入一个低速阶段 而市值管理新规 仅仅是针对资本市场做出改革 真正的经济复苏 还得从企业结构调整 资源有效分配 科技创新等多方面入手 大家也知道 短期利益与长期增长之间的矛盾 这在中国资本市场已经体现得非常明显 只有解决这个矛盾 市场才能进一步扩大 企业的投资价值才能真实反应 我们就来看看 几个具体的问题 以及与全球经济形势的互动 如何影响到中国企业的上市 市值和投资者回报 现在我们不止说中国国内的问题 还要把视角放到全球 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 尤其是地缘政治 贸易战 新兴市场的动荡等 这些因素都让中国企业内外巨疲 也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 市值管理新规的实际运行效果 比如说 中美之间的科技战 已经直接打击了 许多中国科技类企业的国际化进程 大家可能都还记得 数年前美国对华为一系列禁运及制裁行动 让这家中国科技巨头陷入严重困境 2024年 我们还看到 中国的半导体型液照样面临技术封锁 供应链断裂等问题 这对许多上市公司来说是致命打击 你说 在这种国际治愈下 即使一家公司自言自强 市值反应其质量 能不能不受外部影响 只能说是非常困难 否则 卫石膜连华为这样的企业 也要通过手机芯片 自力更生 忍受技术封锁 而是厂一就对这样的企业市值预期有限 是因为投资人并没有信心相信 它能完全摆脱国际供应链依赖 更重要的是 这种国际链条的断裂 不仅仅打击的是高科技企业 像制造业 汽车等行业的公司 同样也在受到国际市场动荡 与需求萎缩的影响 不管市值管理新规如何规定 无法从全球化的资本运作体系里 获得竞争优势 这些行业的企业难以从根本上提升质量 大家都知道 中国的债务问题 不管是政府债务 企业债还是家庭债务 都已经来到了一个令人堪忧的程度 尤其是地方政府 目前的财政压力更大 隐性债务迫在眉睫 那么市值管理新规的推出 难道能解决基层债务的困境吗 显然不会 相反 当时厂担忧地方债务的潜在风险 和债务违约问题 资本也会变得更加谨慎 不会轻易相信 这些公司的市值会有长久稳健的增长 在谈谈房地产泡沫 中国这几十年的经济增长模式 房地产市场一直扮演着主要角色 而现在 一个很明显的市值压力 来自于对房地产市场的担忧 2021年以来 大家已经见证了 恒大这类巨头的债务风波 那仅仅是冰山一角 更多中小地产企业陷入资金链危机 整个行业都面临着需求不足 与供应过剩的双重压力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 股票市场肯定不会对房企免疫 尤其是那些依赖房地产的大型上市公司 他们的市值管理计划 注定会遇到重重挑战 甚至那些有较多投资房地产的 非房地产型业上市公司 也会被间接波及 市值下行明显就是暴雷预兆 再来 我们来聊聊中国的科创版 中国原先推科创版的目的挺好 想鼓励创新 支持科技企业 让更多有潜力的新兴公司 能够获得融资渠道 从而推动科技创新 但是科创版自从推出之后 很多企业并没有实现 预期中的快速成长 反倒是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泡沫化现象 资本更多短期炒作 而不是进行长期的价值投资 在这波资产泡沫中 中国所谓的创新黑洞 开始愈加明显 很多低至高估值的科技初创公司 被炒作的市值飙升 不过公司基本面并没有足够的支撑 投资者们也应该能感受到 这现象有些似曾相识吧 这不就是2017年前后的ICU潮吗 好多人都是当时一波进来 好多投资人回过神来时 已经被套牢 这就是这种过度炒作的结果 到了今天 科创版新股破发屡见不鲜 很多科技公司 只在范围有限的投资圈子里 自嗨 但长远来看 这些公司创新能力不足 商业模式不成熟 根本无法像初期号称的那样 成为中国的下一个谷歌或苹果 现在证券市场搞出个新规 能改变大家的信心吗 其实焦虑并没有消除 只是短暂被政策遮掩罢了 同时 中国的企业创新短板凸显 全球支持产权霸权 由美国和欧洲主导 这让新有余而力不足的中国企业 更是难上加难 说到这里 不得不提中国经济政策的矛盾局面 证监会出台的市值管理新规 只是其中一部分腾挪政策 背后还有大规模流动性注入 多次降息 减税降费等这些努力来 稳住中国宏观经济大局 但这些手段看似迅捷 其实也暗藏风险 中国2023年10月份的数据显示 通胀走低 但反而引发了通缩担忧 消费市场低迷 购房医院持续下降 甚至连购买生活必需品的开支 也逐越降低 你说上面的政策能就是吗 甚至我们开始怀疑 这种持续推出的所谓振兴市场 稳增长的政策究竟哪一个 真正起到了预期中的效果 大家都是一个走一步 看一步的状态 没有长期信心 这一点反映在市值管理中 表面上大家看着是 价还算稳定 实际上只是泡沫被强行压在底下 好了 咱们总结一下 市值管理新规的出台 固然是一个积极信号 证监会希望通过此局 稳住投资者心态 尤其是提振投资者 对中国资本市场的信心 让企业市值和质量相匹配 进而提升整个经济的活力 但这只是表面文章罢了 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太躲太深 不是出台一个文件就能挽救的 市值管理真正面临的挑战在于 如何解决中小企业的生存困境 如何打破产业垄断 如何避免用虚假的市值走势 来欺骗投资者 一旦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市值管理新规反而成了一个 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间 最终承担痛苦的 还是广大的韭菜 说到这里 大家对市值管理新规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和大家分享您的观点 好了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赞 分享 订阅 并点开小铃铛 选择全部 我是Boss 下期节目再见